很多新闻我都懒得评论了 因为跟我以前讲的一样 事先都已经大概知道是这个情况 但是比较讶异一点是 有一个新闻我是 稍微讲一下 马英九要去大陆 马英九要去大陆 老王八 所以我是 他去大陆什么目的 而且沿着上海 都是那几个城市了 上海武汉 重庆那个沿着长江这样子 在那边 在那边咪你妈 在那边诅咒了 玩乌龟王八戏 然后看什么时候可以串到北京去 跟夏立言一样 先前他 他这些乌龟王八戏真的是觉得很好笑 他先前为什么派夏立言 他这个行情 他都想要用最令 乌龟王八就是这样 他想用最令色的成本 来去得到最好的效果 但是对 对美国人呢 他是那跪舔到 自己头身上去献身之气的 一副剑样的 可是现在发现情况不太对劲了 那赶快号称他要亲自出马了 亲自出马了 他一定是搞内幕消息 知道不可挽回了 要赶快亲自出马了 就觉得自己身价很高 所以我说人剑 他去大陆什么目的 大家都知道了 人剑 没有关系 但是人剑却不自知 是让你最觉得很恶心的 这让我想 我先 我先讲 从古至今的 很多改召换代 我以前讲过要下台阶的问题 这都有 情有可言都了解 然后下完台阶之后呢 有一些朝代是没有台阶下的 那也都无所谓 但是至少他们的那些遗孤余孽 他们的主轴 至少知道我已经时间不归你了 时间到了 但是死皮赖脸那种硬凹硬扯的 总华民国说第二没有一个朝代敢说他第一 哪怕三大规矩来比我讲过三只富贵王八来比 你总华民国也是最最最最最最最死皮赖臨的 我们讲前面那个明朝在灭亡的时候 不是从那时候崇祯知道情况不行了吗 很多人就劝崇祯往南逃 逃江南去 就不要待在北京 因为他知道北京迟早要被李志成攻破了 就说你们就就 就到家里那在崇祯不去 在有一些人劝了之后崇祯不去 为什么他知道不要尴尬 你搞砸了不要去尴尬 那清朝在灭亡的时候 西太后老佛爷知道情况啊 所以安排好之后 后来农浴皇太后再接西太后的班 就知道说 小孩子不懂事就让女人做决定就好了 女人做决定 所以那个 当然也有一些余孽余孤了 像明朝灭亡有南明 清朝灭亡的时候 溥仪也不甘心 也搞过为满 但是那些都不是主轴 因为他主轴知道说 这时间不归我了 那有一些还在梦回前朝的人 在那边当跳梁小丑 那那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像总法民国这样子 你已经快要完蛋了 你的主轴那一些 主干还是还在 这死皮赖脸的 这真的是第一次见过 古干还在死皮赖脸 而且无耻到底 跑到几点跑到敌人那边去 或跑到外敌 不是跑到外敌那边去 就是跑到自己的敌人那边去 民族的敌人或他自己的敌人 民族的敌人是美国人 他自己的敌人是对岸中共 但是全部都在死皮赖脸 所以台湾出现今天这一幕 采访美国 麻烦路 可是我现在蛮久 蒋经国的三个秘书 除了郑仁君子冯悟祥之外 那个宋楚瑜 你看他每四年就发扬巅峰一次 最近又出来了 我只一划新闻我看都不看 他又开始在都骂西 他自己不觉得尴尬 你知道吗 从2000年 应该说1999年就开始发扬天峰了 每过一次选举 几乎每四年就发作一次 有时候每两年发作一次 因为那个 中间立委选举 他也要出来发作 都已经没有人要听他 一个人在那边 他硬就是要把新闻记者找来 然后只要认为新闻记者找来 我喊出去就行了 我喊出去 然后就 这样一直发扬巅峰 他自己不觉得尴尬 他也 反正他不要脸嘛 不要脸 乌龟王八哪 需要脸皮咯 然后结果马英九也是 他比宋楚瑜还不如 人家都知道 连中共都已经知道 你 在养台独 我不是讲到喜马会的时候 我跑到北京去 在李彦杰面前骂他 跟习嘛 骂他跟习近平嘛 我讲过了 说怎么可以会 有什么好会 当然习知道了情况 亲自见的情况 他不会再会了 可是马英九就跪舔着过去 要会 因为知道他知道再不会 他的这个政权就没有了 他现在乌龟王八经 就要从后面转那个选票回来 转选票回来 他自己不觉得尴尬 可是别人觉得很恶心 就好像我前面讲的 你那个武大郎演戏是被堵死了 你其实被堵死了 可是突然乌龟头一顶就翻回来 翻回来 弟弟我没有事 不要杀潘金莲 就跑到大陆去就喊 就是这句话来精简 他们的那个目的精神嘛 他们的目的就是这句话嘛 我没有事 你不要打台湾 不要杀潘金莲 谁是你弟弟啊 那这样就要搞到那种导演出来 我知道你没有死 但是你是乌龟王八 你满意就还是死一死会比较好啊 我很吓意一点是什么 同样是哪怕同样是国民党来比啊 以前那是老蒋 当时在那个联合国被退出来的时候嘛 全世界各国在轰 说中华民国没有资格代表中国 给我滚出去 包含他的组织美国人 也说你滚出去 他也不记恨美国人 反而更加勤跪舔 但是老蒋那个时候还知道要脸皮 老蒋知道说适可儿子 闹剧啊 适可儿子 不要大家都尴尬 所以那个时候 那个国民党的那个代表 在那个 那时候总华民国在联合国会议 那个主席一直敲那个桌子吹 叫他下去下去 底下都会一直喊 下去下去 下去啊 那个总华民国的代表 还应赖在联合国大会 那个发言席那边 在拼命讲话 拼命在吼天吼地 民主自由 专制独裁 跟今天的那个蔡英文 讲的一模一样 那是共产铁幕 那时候还多了一个叫共产铁幕 平常自由 讲的一模一样啊 那大家都一直喊下去滚滚滚啊 但他他他他他领后 他无所谓 那时候中华民国的那个代表席就真的打算就赖在那边不走了 就死皮赖脸啊 导演都跳出来说 你还是死一死会比较好啊 不要大家都尴尬啊 可是他不走 那不走最后是怎么样啊 是老蒋说你你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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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至少老蒋我讲过 跟这些后面这些乌龟王八比老蒋还有点灵气 他毕竟神归了 我提过了 他说是可而止 不要不要不要闹了 所以那时候蒋中正就下令 就是说自己宣布退出联合国 就汉贼不两立嘛 所以蒋中正至少他适可而止 他知道说这个闹剧不要闹到底 所以叫他们回来 其实那时候台湾已经 接下来又演了很多乌龟王八闹剧了 在蒋中正还活着的时候就这样了 底下就开始就拿演闹剧了 然后因为被轰出联合国嘛 他们就去跪田那些黑人小国了 曾经有一阵子 黑人小国就来台湾要钱 要女明星 要女明星赔床了 看得很好笑 但是那时候老蒋知道这个情况 他尽量把这些丑事 就是不要这种王八戏 不要演就不要演 所以他事后有后悔 我也提过了 才把宋美龄赶走 曾经有一阵子 我以前提过了 他知道说这个跟他自己当初想的 那个全民拥戴的那种 那个神规情况差太远了 到最后你底下全部乌龟王八经 这种丑剧闹剧 那种你自己不觉得尴尬 大家都在吐口水 然后你自己也觉得这个 我荣耀 然后硬扯 就像那个 在联合国那一幕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夸张的一件事情 但是 娘娘死后 自己王八戏越演越烂 搞台独跟独台的联合体 所以我倒很想看一看 蓝绿双黄这种丑戏 死皮爱演 知道情况不对 这种破格的戏都演出来 弟弟我没有事 吴大郎从棺材爬出来 不要杀欢金莲 我没有事 对啊 这个时候再加一个 一个戏出来嘛 我不是讲上师出现了吗 那个是上师导演出现了吗 你要加信使把大家一起来加吗 我知道你没有死啊 可是你是乌龟王八戏的啊 你还是死一死都会比较好啊 这个赖政权 这个赖的那个政权 而且还只是一个流亡政权 但是却还 死皮赖领到跟敌人 在戳谎妈戏 在那边戳氛围的啊 不管是民族的敌人 还是他自己的敌人 在那边 一个是认主子 一个是认兄弟啊 劝他兄弟跟他一起当奴才 一起戴他的绿帽 就算武松愿意戴那个绿帽 梁山好汉也不愿意啦 武松背后是梁山好汉 也不愿意啦 你马英九的一副贱样啊 还是死一死会比较好啊 不然那个水谷战怎么演下去呢 你要眼睛平眉也不是这样演啊 你要演金平眉武大郎还是要死啊 他一直在瞧那个脚本 看哪一个脚本武大郎是可以不要死的 继续玩王八乌龟金的 马英九现在就瞧这个玩意儿了 就瞧那个 那就上司导演出来啦 开始咬人啦 要加戏大家来加 就是上司突然从出来把他拉到棺材 就变鬼故事好了 叫鬼故事金平眉 怎么有这种破格的 然后跑到那边希望喜马二会二田 那责任真的是我已经对这个 总化民国蓝绿乌龟王八经 已经台独独台乌龟王八经 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讲 这种丑戏这种骗戏 骗笑的东西 但责任就真的只是在习近平西偷全身上 你要认这个弟弟吗 现在就问你 上司导演也会 也会用眼睛瞄你说 你要认他当弟弟吗 因为他把他拉到棺材去了 你要认他当弟弟吗 你聪明的他不认啊 谁是你弟弟 谁是你弟弟 不然你跟着他一起被拉进去 你会跟 你会跟着他一起卷到棺材里面去 上司导演会在问 你要继续让总化民国存在吗 他是有 他是有个历史 历史的那个 历史的 冤孽的 你要跟他有冤孽吗 没有没有没有 聪明当然没有 当然是没有 我跟他没有 你要再跟他洗马二会二搞吗 那不可能 一搞的时候只是我在骂而已嘛 第一次洗马会的时候我在骂了 现在你如果再跟他弄一个那个什么玩意儿 他在那边摆那个 摆那个乌阵 摆那个绿帽阵 我叫做绿帽阵 诅咒你也变乌龟王吧 然后你愿意接受那 然后你愿意接受那 我相信是不会的 所以 我不是 所以我干脆 这一集 我真的是想到 讲其他讲不出来 又很好笑的 就是 干脆就把这一集贴到 那个马英九脸书上面了 你就是个剑种 你是乌龟王八斤 你是很可怜的老王八蛋 跟你那个宋楚瑜 你的师兄宋楚瑜一样 说你的二师兄 那个冯悟祥是个正人君子是好人 你们两个都是王八斤 你跟宋楚瑜都是王八斤 马英九 宋楚瑜是每四年 从1999年开始 你看发扬巅峰发了几年了 不是每四年就没两年了 那个周期就发作 开始骂天骂地 然后开始要出来选 谁给他那么多钱选 那代表都是幕后 都是同一个利益集团的嘛 那接下来马英九也是 一阵子就发扬巅峰一次 一阵子就那么滚 这一次还骗 他知道骗不了成年人了 他就找那些学生到大陆去 玩当年朱高正玩过的那一套了 朱高正当年就是在那个 我讲过他串了很多年 北京的门子了嘛 还把那个 很 因为朱高正本身是民进党创始人 然后突然变新党 然后 找很多年轻人去北京 接受假统战 我以前提过那个某流程 我要去参观 毛主席纪念堂不给去的 叫假统战 那搞完这个假统战呢 然后就开始骗年轻人 说他有多了不起 大家觉得你是政治明星 那时候 那个很多 朱高正就骗这些年轻人去 去帮他去搞那个 两岸直销的那个 我还记得是大声工 去骗两岸直销的东西 这个 然后弄他的那个串门子的经费 在北京在那边搞一堆 那时候我就发现 北京有一些低阶政客 挤不进共产党上层的那些低阶的 那些跟吴台湾混流的那种低阶党员 就被他改 改氛围 有一些甚至还有 清华大局跟北京大学的都有 他就锁定这几个有名的学校嘛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清华北大出 出这种奴才汉奸 就是跟他们去串门子也有关系 这次马一九亲自带团去串 串不到北京 他发现政治敏感 可能夏立言先前被 被吐到了 就是在长江沿岸在那边 再重新再起炉灶了 找那些有 然后就也是一样骗学生 都是像骗学生嘛 但如果你马英九 这个时候 你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 我反而赞成 就是你想说 反正迟早要被武统被干掉 然后去那边 就像当年张志忠一样 就是和谈的时候 那个谈判代表当场对国民党就叛变了 是现在大陆民革的始祖 张志忠 智里的至中间的忠 张志忠 你如果是跟他这样图一己之私 我还赞成 但如果你还要去 等于是代表乌龟王八局去玩这种 这种戏 你不但不会成功 还显得你是个贱种 你是个贱种 你聪明的话到大陆去找你的那个前辈了 那个张志忠的民革了 你就干脆就入民革算了 就跟那个金门逃兵一样 听说那个金门逃兵要拿大陆籍了 这代表这个是真诚的 千万不要送回来 千万不要送回来 你马银球最好就这样子 你这样子的话 我还赞成你还有一丝人性 如果你只是纯粹 只是玩当年朱高正玩的那一套 还以为能玩得通 你只是归信 贱信 颇贱 而且还是颇贱 跟蔡英文一起颇贱的 我就觉得很好笑有这样子的政权 到了灭亡前 要去去敌营在那边赚氛围的 在那边高的 当年假释到失败 那个第二支乌龟失败之后 宋朝还还知道演艺场那个 最后的 牙山一劫 那个 派陆浩东文天 不是陆浩东 那个 那个文天祥跟陆秀夫了 都是规矩的人民 陆秀夫文天祥了 演艺出 忠烈之后 救死 人家还知道 这第二支乌龟还知道撞人眼泪 我要下台 我要撞人眼泪 你这第三支乌龟 纯粹就是哈 呸 撞人的拓 拓意 拓意他也不怕 拓意他 他当逆枝 他不怕臭 无归戒戒戒还能演多久 那是不是你为了那个一点点的生存的时间里 你在这样子做到一点格都没有 真的没真的是 所以我前面讲一个判断没错嘛 蒋中正过后 没有人物了嘛 你们你们国民两党 民进党不要提了 都是些畜生啊 你国民党 最厉害的你就讲红色了 后面没人物了 出现一个人物也被捶下去嘛 出现一个人物也被捶下去嘛 出现就被捶下去嘛 出现就被捶下去嘛 那红袖柱是因为他是女人啊 他就是要去那边撸他了 撸他你也下流一点比较好了 他就没有捶得很用力 但是劝他一起当母王八嘛 劝他当母王八嘛 一起搓王八戏嘛 哈哈哈哈 他就这样对待 对待一世真人君子的人啊 所以你还 除了蒋中正过前判断 完全没错 除了蒋中正之后 你没有人物了嘛 而且骂了很多级的乌龟王八 其实也没有一必要再骂了嘛 就是捶他就对了 拆他的台 大家努力拆他的台 直接在在脸书就贴贴那个 就就看看叫上去了 然后在大陆 你如果是大陆朋友 你就直接问说 你你你是不是要跟着他一起当乌龟王八戏 行 眼见戏 国台办已经是眼见戏了嘛 但是他老鼠会功利30年用光 我前面提过了嘛 所以这一次 完全没有国台办的代表人物到全国政协 副主席的位置上面了 都没有了 代表他地位一直在下降 已经不要这个单位了 那你 那一些被王八蛋打到的共产党员 就跟这个国民党员在在合体啊 我都觉得 大家要瞪大眼睛 到时候就问到底谁还跟马英九 勾勾搭搭搭的 是李毅还是颜学通 看哪一个学界的 是李毅还是颜学通啊 那 那 那 党内的朱凤莲还是马小光啊 蛮乎归圈的那种 所以他瞪大眼睛 然后戳 自然他就会没有效了 就 马英九去那边就没有效了 那就劝你马英九 你只为你自己个人就利益就好了 你就不要去 不要再想要去中华民国台湾 台独独台 蓝绿 乌龟王八 轮装剑种 细王八蛋 来去延长这些寿命 延长政权的拖延的这种寿命 越拖越难看 你看这红乌拉斯都已经是 呸你了 结果 邦交国一个个跑那个 去戳美国人嘛 让美国人出头 红乌拉斯 你敢跟台湾断交 我跟你发动政变 好 搞到 所以说 这个官人你好坏 这个戏效果早就已经达到了 没有必要再搞下去 就是 美国人为了要遏制中 他当然不是为了台湾 他不要自己的内政 你看什么火车相撞 什么出轨 那个污染 他通通都不管 然后黑墙打来打去 什么金融 秩序乱七八糟 他通通都不管了 没有制造欲 他也不管了 他就只管台湾怎么可以少 各方交国 他当然目的 目的不是为了台湾 因为他 你看他左眼的所有的 事情 他目的其实就是 能 要 要能够 捅你中国一刀 他就 捅你中国一刀 能够所谓遏制中国 他什么事他得都是做 所以你也不需要在台湾了 效果达到了 你也不需要在台湾了 因为你其他 你闹其他事 美国人一样你会这样做嘛 他也会一样 为了一些很无聊的一些小事 比方中印边境的什么 麦克马 红线 最近 他可以为了这很无聊的事情 没有效的事情 集中全部的精神 行政资源在这里 但是美国内政乱七八糟 无所谓了 他们效果达到了 就不需要再 看到这样折磨 台湾 台湾已经很多人被他们折磨了很多年了 你看宋主黎的发洋巅峰的死 就可以看出来了 每几年就在发洋巅峰 每几年政治洋巅峰又跑出来 然后有时候沉寂很多年的人又出来讲话 你这个党 哈哈哈 好了 生自这个几千年 生在这么个玩笑朝代的最末尾的一个小岛上 这也是 也是一个缘分 叫啼笑皆非 让人啼笑皆非 但是心里是很火大他们的 就是 你们这王八斤死期快到了 最后还是这句话 不管你用多少王八戏 你马英九 你的那个政权 台独独台政权 中华民国台独独台政权 你还是死期还是快到了 不然你现在也不必这么跳 对不对 最后再补充一个 讲一个人物做结尾 对 就是那个大陆以前那个 也是去大陆片的那个 老王八蛋 叫李立群 各位都知道他在大陆演很多戏 他以前是台湾的名演员 在大陆混了很多年 到前一阵子知道说大陆想要武统了 就突然变脸不是吗 跟他儿子跟台独挂钩嘛 一起跟台独挂钩 然后他在那边讲一些 我又要去祭祖了 祭祖怎么跟马英九 这一次说要去祭祖一样啊 李立群跟马英九 我要去祭祖了 祭祖了 用这个来继续胡你的感情嘛 我跟你一样是属于龟 我乌龟也是出生在这里的 弟弟弟 不要沙盘今年 我还没有死 所以李立群当时说他要去祭祖 这样就胡胡胡 胡完之后当然 然后就捞钱回台湾了 但是你现在知道了 这些乌龟王八斤 他们当初去的原始目的是什么 一群过去原始目的是什么 有一些当然就是跟台湾恩断一绝了 但有一些呢 他事实上是还潜伏在那边去搞破坏的 叫李立群就是马英九现在说去祭祖 也是用李立群的台词 他们不怕尴尬 他们不要名声嘛 然后就去祭祖 你什么时候不去祭 这个时候去祭 发行对案要动武的时候就去祭祖 那不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个剧情吗 这个时候才在喊你是我弟弟 还会有人相信吗 乌龟王八斤就是要死啊 李立群还是马英九啊 这些老王八啊 你以为你能当千年王八斤吗 你是断水流的啊 你又不是新英流 懂不懂归派的伦理啊 该死啦 这个时候才去祭祖 没不语 我的皮